大家好我是成宇 輪迴轉世的觀念在許多宗教中都曾經出現 只要我們願意多做好事 能在離世後重新回到人間 但這畢竟都是宗教說法沒有任何人能親身證實 但就在20世紀的一個天主教家庭中 以世的女兒竟然真的重回到父母親身邊 還舉出了許多令人不得不相信的證據 這之中到底發生了什麼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 波洛克雙胞胎的故事 時間回到很久很久以前 在我們的西方有個名為英國的國度 這裡也住著一對姓氏為波洛克的夫婦 夫妻兩人的感情非常好 也一起在赫克瑟姆這個地方 經營著一間雜貨店 因為這兩人和哀可親的關係 讓他們的雜貨店成為了 周遭居民購買生活用品的第一選擇 店裡經常人滿為患 也讓波洛克夫婦賺了不少的鈔票 他們兩人會如此賣命工作 是因為他們原先已經有四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了 但在不久之後 波洛克太太又將生下第二個女兒 為了顧好雜貨店的生意和孩子們的生活 波洛克夫婦只能將這些孩子們交給外婆照顧 孩子中的姐姐 琼安娜也因為父母不在身邊的關係 特別照顧剛出生的妹妹賈桂林 琼安娜雖然大賈桂林五歲 但兩人卻不會因為年齡差距而有長幼之分 時常一起辦妝、演戲和分享的玩具 琼安娜也處處照顧著這小妹妹的安全 不過在賈桂林三歲時 卻因為玩鬧而發生了意外 就在賈桂林剛滿三歲後的某一天 她開心的和姐姐一起在倉庫中玩鬧著 但她卻不小心踩空摔進一個桶子裡 右眼的上方的額頭處 立刻被桶子鋒利的邊緣割出了一個硬幣大小的傷口 鮮血也不停的從傷口中湧出 外婆見狀也只能趕緊將賈桂林帶到 熟識的嬰生娜處理傷口 雖然沒有傷到眼睛 但她的額頭上卻留下了一輩子都無法消除的難看傷疤 雖然有了這次的受傷經驗 但賈桂林依舊不害怕 每天都還是想和姐姐一同玩鬧 一起沉浸在快樂的童年中 賈桂林還時常向姐姐說道 我永遠不會長大變成女人的 沒想到這句話居然變成了後續事件的可怕預言 時間就這樣一天一天過去 就在西元1957年的某一天 那年11歲的瓊安娜帶著6歲的賈桂林和一位玩伴走在前往教堂的路上 就在他們正通過馬路時 居然有一台失控的車朝他們撞了過來 那台車的駕駛是一名被迫跟小孩分離的女性 她在那段時間裡都陷在極度痛苦的情緒之中 也因此有了想結束自己生命的念頭 就在瓊安娜和賈桂林要上教堂的那天 這名女性在家中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藥物 並開車打算終止自己的生命 但因為在安眠藥物的作用下 這名女性已經無法好好控制車子 只能一路危險駕駛 最終女子沒能成功了結自己的生命 反而是用極高的時速撞上了姐妹和他們的玩伴 這三個孩子當場就命喪輪下 波洛克夫婦在一夕之間就同時失去了兩個深愛的女兒 就讓夫妻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為了化解這無情無盡的悲傷 波洛克太太只能讓自己完全投身於宗教與工作之中 以免讓自己一直想念他們 但對於波洛克先生來說 喬安娜跟賈桂林這兩個女兒卻是她活下去的動力 她決定要讓姐妹兩人重新回到自己的身邊 波洛克夫婦兩人都是天主教徒 其實按照天主教的教育來說 同樣信奉天主的窮安娜跟賈桂林在失去生命後 靈魂就應該回到上帝身邊 而不會繼續在現實飄盪 同樣也不會再投胎轉世了 但波洛克宣神全然在年輕時 聽說過其他宗教中輪迴轉世的觀念 便一直相信著 死去之人總有一天會回到人間 他甚至曾經向上帝祈禱過 希望這輪迴轉世可以真實出現 這樣在當時近乎異端的信仰 卻成為了波洛克先生悲傷大海中的一塊父母 讓他得以懷抱新的希望 自從女兒離開後 波洛克先生便時常爬上家中的屋頂 並向天空呼喚著女兒 要他們早日歸來 波洛克太太其實對丈夫這樣詭異的心境 與信仰 十分反感 因此為這件事和他不停的爭吵 甚至吵到差點要離婚 但就在兩人打算簽下離婚協議書時 波洛克太太卻傳出了 懷孕的消息 波洛克太太在醫院的產檢中 醫生始終告訴他們只有懷了一個小孩 但就在懷胎十個月之後 波洛克太太居然生下了一對雙胞胎女兒 兩人也分別被取名為吉利安和珍妮佛 而更神奇的是 在珍妮佛的幼兒頭上 居然有個硬幣大小的胎記 與他素未謀滅的姊姊賈桂林頭上的傷疤 一模一樣 波洛克先生一看見這個胎記 便認為這是上天的恩惠 輪迴轉世真的在他們身上應驗了 波洛克夫婦也十分用心的照顧 這兩個失而復得的女兒 就在數年後的某一天 這年的雙胞胎 已經三歲了 來到了會和父母討玩具的年紀 波洛克夫婦便拿了 已是姊妹的舊玩具 想安撫他們 沒想到有胎記的珍妮佛竟想都沒想就拿起了有傷疤的假桂林的玩具 吉利安也隨即拿起窮安娜的娃娃 當兩人分別拿到玩具時 珍妮佛居然開口說到 這些玩具是 聖誕老公公送的 波洛克夫婦一聽便大吃一驚 因為這些玩具在當年就是他們在聖誕節時準備給 女兒的禮物 吉利安與珍妮佛雖然是雙胞胎 但吉利安的個性卻十分成熟 總是像大姊姊一樣照顧著較為幼稚調皮的珍妮佛 就在當年 邱安娜照顧假桂林的樣子 一模一樣 兩人的個性雖然不同 但同樣的是兩人從小就非常害怕汽車 當他們在路上看見汽車時竟會本能似的躲開 有時甚至會開始哭鬧起來 就在有一次 當波洛克太太安撫完被汽車嚇到了雙胞胎後 吉利安居然撫摸著珍妮佛的眼旁 並用難過的語氣向她說道 血就是從你眼睛裡流出來的 車子就是撞到你這裡 流了好多好多血啊 說完後又開始不停的哭了起來 這許許多多的徵兆都顯示著雙胞胎真的有可能是姐妹的轉世 但也有許多人認為是偏執的波洛克先生 不停的將姐姐們的故事告訴雙胞胎 讓他們來配合演出 但真相究竟為何 但其實波洛克先生在這位雙胞胎女兒出生後不久 就已經知道他們永遠不可能成為過世女兒的替代品 因此在他們思想成熟前幾乎不跟他們談論這些疑似前世的記憶 也不會提到任何輪迴轉世的宗教觀念 只是帶著他們上上教堂過著最平凡的生活 雖然從雙胞胎口中聽見疑似前世記憶的話語時 還是會讓夫妻兩人鼻頭一酸 但他們還是會繼續保持正常努力帶給他們最平凡的生活 是直到雙胞胎長大之後 波洛克夫婦才將姐姐們的故事和轉世的想法告訴了他們 他們也接受了這樣的故事並分享給世人 讓大家都能聽到這離奇卻帶著溫馨的故事 更好的是 雙胞胎姐妹已經活出了屬於自己的人生 而不是被父母安排成為他人的替代品 這或許也是在天堂的姐姐們所希望看到的 那你們在波洛克雙胞胎這個故事中又看到了什麼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那如果喜歡成語的影片也不要忘記按下 訂閱鈕也可以點擊影片下方的超級感謝 你們的支持是有繼續創作的動力 有任何問題或任何想聽想看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今天就說到這邊 我是陳語 我們下回 再見